你当真以为他对我动心了吗 诚然也知道 以后再也遇不到这样一个人 因此想让封公子 为我留下 绝美的面容 聪明的头脑 深沉的城府 某些方面倒还真是挺相似 精明 而善谋算 看透人世 却又贪恋富贵荣华 有着一颗玲珑心 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当面 毫不留情地说我 不过确实 我就是这样一个女子 白风希 纯然希望 你是唯一的朋友 不但丝毫欺瞒 算计 只有真心相待 是因为我存于江湖上 对你造不成任何危险 是 风姑娘可答应 你当真以为她对我东西了吗 相比感情 她更在意的 是一无洲的未来 以及她自身的权利 她之所以选择我 是因为我是黑风希 一个在江湖上势力强大 但在朝堂之中 并无依靠的黑风希 而这也正是问题所在 我也是风蓝希 殿下 你说这风姑娘会帮你吗 会的 殿下如何肯定的 这几日 她不是一直在跟你们 打探本殿的消息吗 如此做来只有一个理由 便是帮助黑风希 本殿 不过顺水推舟而已 殿下这是 情人眼里出西施 现在看着风公子啊 是怎么看怎么好 在你眼里 本殿 是如此为情所乱之人吗 奴婢不敢 若选须当日 你以雍州 风蓝希的身份出现 对于外人而言 风蓝希就是黑风希 自然是良好如意 不过对于华春然来说 这是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对于这样的情况 她就不会将自己嫁给你 正是如此 她来找我帮忙 第一是因为我是江湖人 不会对她造成威胁 第二 就是想要试探 你我之间的关系 想要通过我来影响你 达到自己的目的 正是 这世间的真情 当真这么难忘 在你的 狗荣 是 状k